大家好,今天是5月13日 回到明報報SR埋伸擊的時間 今天就和大家看看Forge 昨天美國出了CPI 比預期高很多 美國的通脹是否回來了 首當其衝的納指一定不用說 一次過跌下去 你看到納斯達克指數 我們叫NQ NQ期貨跌下去 最低落到12959 今天叫做回彈上來 做回13053 下去到萬3點以下 是否有機會再進一步直落呢? 我們留意些什麼呢? 每一次跌到100天 你看到100天以下 都叫做有支持彈上去 其實是因為30月 你可以看到30月 其實一直都在守著 你在3月曾經下過一次 12,200 很多人都追沽 追沽之後又夾上去 你看到守著30月 你現在跌到下來 30月大概是12910 這裏就是我們現在看的支持位 究竟這個支持位可不可以守得住? 未穿這個支持位之前可不可以做反彈呢? 我們就要觀察這個129 砌頭30月 但是在技術面上 暫時來說 當然短時間要急速跌 早前這個商頂都被確認 你看到 做到137彈上去 Goodbye case 然後禮手跌下來 算波幅就完成了商頂 現在來到這些位置 究竟129穿不穿呢? 你就要去下一步 你就要看 假設你認為恆生指數 不是恆生指數 一定會用30月 相反 如果你看淡的納指 你認為加息 或者通脹回來 對納斯打蝦指數 會有不利的 或者偏淡的 你必須要穿30月 你才可以繼續追蹤下去 否則的話 在現水平是不值得追估的 在現水平是不值得追估的 同樣一樣的 跟之前那次一樣的 你在2月底 一嵌嵌了下來 很多人都在追估 剛才才說 很多人都追估在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122 123這些追估 但是它沒有穿下去 你看到在100天線 即是等於這裏 在追估 接著就夾上來 沒有再跌 進一步跌 所以變了 今次來到這些位置 你必須要跌穿 那個30月 129齊頭 你才有信心 它會有機會再進一步下跌 否則來到這些位置 相反你可能就覺得 它未必穿到30月 而站在這些位置 雖然它力度不夠 但是來到這些位置 它不夠力再進一步推下去 所以變成你可以叫做低位去買的 129只蝕 直撥率 反彈不穿129 你看上去 你還是看132 或者50天 上去13390 你看它做不做短線的反彈 就是這樣 你要進一步推下去 一定要穿129 不穿129 你是跌不下的 這裏是很明顯的 告訴你 自從在去年5月 3月跌完大跌之後 開始爬上來 基本上是未穿過30月的 守得住的 周線30月仍然守得住 所以有理由相信 129就是目前的支持位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